南港林先生 台北林先生已經離開了 在Hackboard上大家可以看到我把檢報綁著 所以如果你們需要的話可以去那邊下載檢報 那既然我要計時的話 那我就加快下次回來 八分鐘了 OK 其實標題很清楚 名傳官卓的開放資料授權條款 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個民間所推出來的一個開放資料授權條款 那希望官方可以穿著變成正式的一個 我們台灣的開放政府資料的授權條款 那大概是12月的時候 我跟東美有參加Gilvy的Hackson 那是那天做的一個成果 那本來我們寫的一個 這是他的連結 本來我們預期大概是到今年年底的話 官方才會有反應 但是其實這個反應超出我們的想像 就是那一場我們是特別強調說 國內現在各個平台 或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的 這個開放政府的授權條款 它彼此是沒有相容性的 那我們知道開放資料這件事情 第一點你法律上面必須要沒有障礙 那大家的技術上面發展越來越便利 最後應用才會越來越豐富 那但是所以第一階段這個授權必須要解決 那當初我們在報告的時候說 我們寧出這個民間版本 我們採取的態度就是盡量拿國發會第一個版本來改 就是盡量符合工部門機關本位的想像 讓他們可以接受 但是也不能過於背離開放精神過多 以免手段有害目的的實踐 那我們本來想說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提倡 才會有反應 那我想這樣的方法其實也是對的 因為我們做開源授權十年 我們知道open source的東西 我們常講他是以私技工 就是說民間先發展透過契約謀合的方式 來營造一個新的一個共工模式 那現在政府雖然說要做open data 可是他對open data有很多上對下的想像 那反而應該是民間推出一個版本 讓他了解說到底什麼樣的一個授權模式 什麼樣的一個合作模式 是適合大家一起去共工的 那其實不可會言的很多政府的單位呢 他甚至沒有想像 這是GIT的一個開發的一個流程 版本控制系統 他甚至沒有想像說 開源的東西可以一次fork出去 然後成為一個新的fork 然後甚至再匯流出去 他們想像其實就是說 很多公務單位想像還是說 我先開放就是提供給你 然後就是有條線連鎖性的一直去追溯 其實這是一個概念上面的一個大翻轉 那為什麼我覺得前進的比我更快 想像中更快是在1月16號的時候 有很多人去跟張森樂副院長 參加這個所謂的民間開放資料社群座談 那如果看影片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彭啟明博士有提出 他說民間有相關的這個開放授權的一個研究 或是開放政府資料的授權的一個民間版本 那既然民間版本大家都已經有做過討論 是不是政府可以做相當程度的參作 所以之後呢 可能有不少推動人士跟不同的單位 都有進行這個討論 那第一個浮上檯面的應該算是台北市啦 台北市其實有到這個hackpad 就是我們那個放民間版hackpad上面 去進行修改 一開始他嚇到我 因為他直接修改條文 那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其實你可以有自己一個版本啊 你就把台北市放上去以後 那大家才可以知道我們版本有什麼差異 我禮貌的這樣要求 那當然他們也從善如流 他們就放了一個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授權條款 基本上呢就是用民間版的line guide 那這是非常感謝台北市呢 願意去參作這樣子 但是呢有兩個大地方 我本身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直接把資料定義成 就是受法律所保護 那這個不太好接受 我理由上面都有寫 那另外呢好像公部門都很想要說 所謂我提供給你開放資料以後呢 他還要跟你要開放資料的使用情形 也就是說好像有一個半馬鎖在那邊 他哪時候想到他就跟你講說 你從我這邊下載資料 你就做一份報告給我 看看你資料是怎麼用的啊 然後到底有收到下載數 然後我可以拿回去寫KPI 這個其實是蠻困擾的 那所以我們持續溝通 溝通的理由呢 我們的準據就是靠這個open definition 大概五分鐘喔 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不用太贅述啦 反正開放定義呢 我們有做中文的翻譯 大家可以去做參考 那除了台北市以外呢 其實國發會呢 在4月7號 也請我跟東美去參加這個什麼 資料開放授權的第一次會議 就是研商 那他其實就是有把民間版的 提供給這麼多的部會 要求他們提供他們的一個意見 那如果大家沒有太大的意見 沒有太大的衝突的話 以後可能就以民間版為 做一個基礎的模型 那再加上必要的條款 就有一個新的開放政府資料授權條款 那基本上呢 這個會議上我們盡量跟他解釋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去調條款 第一點條款要簡單 不然人家看了就是不敢用 第二點干事要分離 就是說你今天不能說 是一個平台的授權條款 open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大家帶著走的 所以他不會綁定一個平台 那現在我們用的還是所謂的平台授權條款 那是不對 你就給他一個證明 那第三個是授權上必須要跟其他的來源相容 因為開放資料其實大家就是要幫著在一起 最後才會有一個效果 那我們甚至給他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這是德國 其實德國提出他們開放政府資料 第一個版本的時候 他們馬上就引起民間團體的反彈 他們做一個連署 因為他們認為說 德國政府用的還是用比較傳統的概念 來做open data 那這個連署書其實很長 我們有做一個簡單的中文翻譯 這邊有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們也提供德國現在的版本 給我們的政府參考 也提供UK現在的版本 他們有一個CCA授權轉換的機制 給他們參考 那我甚至用Firebox的例子 跟他們講得很清楚 今天你的授權條款 別人看不懂呢 人家就是不會用 所以開放政府資料的授權只是一個手段 目的我們是要得到資料的更多的利用 那其實也充分跟政府表達說 你不要誤會 你可以用授權條款解決所有的事情 所以開放政府資料的授權條款 應該是輕症簡附才能激發創意 那我用這張圖來 因為我還蠻喜歡這隻狗 這隻狗有點陰鬱 那你有沒有看到它陰鬱 是因為它被一個鐵鎖給煉住 雖然看起來它是可以動的 但是基本上它還是練在這個鐵桃上 所以很多政府現在對開放資料的想像就是說 我提供給你 但是你要留資料 然後需要的時候我還是要跟你追索 這不是open的方式 到了嗎 好 那有網友跟我叫 請我講個秘訣 就是那次參加會議中 到底有什麼感受 其實我腦中第一個想到是無洲制藥 就是第一 先研究不傷身體再講求效果 所以必須要講說 那次的會議中 其實是蠻耗費元氣的 就是說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經歷各個部會的質疑 然後告訴他為什麼這是對的 那我也想到 校黃旗的歌 你是我的眼 就是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說的白是怎麼白 就是 當我們一直在講open data的時候 他們對open data的想像 跟一般open data的想像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有取得一些共識跟進度了 那就是蔡宇雲認為呢 她最後有揪一個picture 那這個其實是在這邊要分享給大家的 目前政府的做法他們會先定義 有一個東西叫甲級的條款 就是用民間版來改的 那它會配上甲級的資料 什麼叫甲級呢 就是會給使用者最大的使用權限跟最小疑慮 那今天它有隱私疑慮 或是他們覺得這個資料庫不適合釋出的 那以後再討論 可是現在以後就是5月5號會有一個討論 會有一個甲級的條款 那這個條款只要公部門認為說這個資料是沒問題的 放上來 那以後就是最大幅度再去使用 那第二個討論的重點就是 它會以台灣法律為準據法 但是同時搭配CC的轉換條款 那其實有很多國家用open data open gamma data 它是直接用CC條款 但是像UK沒有 但是它給了一個轉換條款 那之前我們有介紹過就是說 它有一個國定的授權 可是必要的時候它可以單向轉換成 穿CC信名標是4.0 那以後的台灣的開放政府資料條款 原則上會採這樣的方式 它就取得了一個相容性 那第三點 5月5號會有逐條的審閱 就是我們還是必須要面臨各部會再一次 那就是一條一條看 沒問題以後呢 以後就是跨機關跨區呢 都可能會適用這個最寬的版本 那很重要所以貼三次 這個連結大家點進去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草稿 請大家可以上去去表達意見 那因為單一個體 對抗政府實在是非常辛苦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有各個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這邊做表達 5月5號我們會做一個 最後我也是分享啦 就是我在會議裡面就是一直附送那個 九陽正經 他強有他強 清風不善剛好 他是很來他是 二我自一口單器組 那這個單器就是open definition 我覺得我們的底線就是說 他這個條款最後必須要符合open definition 那就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報道 謝謝 谢谢大家